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一下香港 這幾天都講得太多耳巴了 其實耳巴那裡是很麻煩的 但是你說之後會怎樣? 老老實實 耳巴那裡我待會也會講 不是不講,是會講 現在講一下第一件事就是香港 有關之前炒得興奮的 現在先加上一個引號 他們叫爛文卡的問題 究竟為什麼會有爛文卡這件事呢? 有些人現在就覺得 彭太太 那個主佬現在走了回大陸 他就說要去打靶 因為他掠了一些 所謂的假爛文的食物 我應該加上所謂的 其實他們是如期居留 這是非法入境者的問題來的 你用假爛文去標籤 這些人 其實不是很妥的 而且 西方媒體經常做一件事 就說這些是真爛文 西方媒體 你看回之前的報導 全部都是說那些 那些隱藏人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他們嚴格來說 這些 在香港的 實際情況來說 因為香港是沒有 難民這件事的 一定要講清楚 所以你說這些是不是 難民 在香港的法律來說 他們不是難民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現在每個人都說是難民卡 難民卡 其實那張卡 就是給那些沒有辦法工作 就是沒有辦法在香港合法工作 以及 沒有身份的人 他是一個津貼來的 等候這個 嚴格來說 在驅逐出境之前 就是 他們 要在香港生存 你也要給他們 所以他就給了這些卡 但是這張卡 只是可以在白街超級市場買東西 只是可以在白街 其他超級市場 我理解也是不行的 其實這件事 你說明益減除 其實又不可以這麼說的 其實疫情期間 已經有一宗新聞 已經爆出了 這是James找給我 我看完 不過我沒有 現在拍在前面 不過我記得那時候 就是 那些 為這些人發聲的人 已經出來講 就說 喂 為什麼 白街的東西貴了這麼多 而且疫情期間 大家想想一下 2022年年初的時候 整間白街都被人搶了 裡面是沒有貨的 但是他們拿這張卡的人 嚴格來說是一個救濟卡 我會叫這張做救濟卡 不是叫爛文卡 是救濟一些沒辦法做事的人 他有一張卡給他賣東西吃的 那 高警民就不用打把 有網友跟我說 我真的要打把 因為他覺得 就是 彭太太和其他人 每個月賺10萬 這樣 因為現在說他賺8至10萬 如果你看新聞報道就是這樣說 他做這件事的人 就賺8至10萬 那很多人都覺得 嘩 賺8至10萬 就是這麼離譜的 為什麼可以 偷別人的救濟 去拿8至10萬回來 我不是幫 彭太太和做這件事的人 辯護 我認為 那8至10萬 就不是他們 是一個彭太太吃光的 我當然不知道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我認為現在警察報出來的 8至10萬獲利 就是整個團伙 每個月獲利 8至10萬 我認為是這樣 我不敢肯定 有些事情 為什麼說有些事情 不敢肯定呢 就是因為 警察報出來的事情 其實我認為是相對比較少的 警察報出來的資料 有關這件事 具體的情況是比較少的 很多人看了都是看 東方 不是東方 東張西望 對不起 說錯了 是東張西望 他們那裡報出來的事情 那我講一下 我認為情況是怎樣 有很多人認為他 賺8至10萬這麼好賺 太離譜了 其實我認為制度 有些事情是要優化的 其實這是突顯了制度 有一些問題 而且 管理這套制度的成本 我想是太高 這是我的看法 因為你又要發張卡給他 又要成的 其實 如果那些滯留在香港 滯留在香港又沒有辦法做事的人 你只能夠做一些 援助 救助式的事情給他們 現在租房子 他又給租金津貼 好像不知一千多元一樣 然後食物又有津貼還是怎樣 然後還有幾百元 就給他交水點煤 大概是這樣的 那個規劃是這樣的 他畫死了 你那筆錢只能做什麼 這樣有沒有好處 我就跟大家說 實際這樣做是沒有好處的 你畫開了食物 然後食物一張卡 然後畫開了租金是多少 然後畫開了水電煤多少錢 你畫開了 為什麼說沒有效呢? 我講個實情給大家聽 你去打工的話 你的薪金回來是怎樣的 整份都是錢 那整份都是錢 你自己 因為你這個人最貼近你自己的生活 你最貼近你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那你就會 用自己的聰明才智 或者用自己知道的東西 去怎麼管那筆錢 我認為這樣是最有效的 因為如果有人告訴你 你要怎麼花錢 其實通常都沒什麼效 通常你都是要自己管的 我從來這個人 都是覺得 有些事情就應該 你比如說撥款那些 一定要最貼近 那個決策者 去決定那筆錢是怎麼用的 你一定要最貼近的 其實貼近 不要離地 現在你劃了一塊錢 是專門給他買東西吃 還要去白街 那如果白街加價那怎麼辦 有網友告訴我 白街的回鍋肉貴了很多 短短一個星期之內 就貴了百分之十 他可以不吃回鍋肉 沒錯 他是可以不吃回鍋肉 但是究竟那張卡 是可以買到什麼東西呢 在白街 有些東西是不是買不到的呢 我的理解就是 他是可以買食物的 食物就買得到 那如果他要買 即是買一包小煙吃 可以不可以呢 在白街 那可能是不行的 其實我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有些東西 那張卡究竟 我就知道 因為根據媒體報道 James找到的資料 那張卡只可以在白街用 好了 那 那 儲判綠色力量就說 1200元 1200元 蛇頭只給550元 是 沒錯 但是為什麼 這些人都肯賣 都肯賣這些東西給蛇頭呢 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是 這樣也肯給蛇頭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有 還有 就是零食買不到 其實就是 你把卡只在超市使用的話 還要是指定一間 其實這個實情 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 是令到 那些人會 賣那張卡給蛇頭 你一定要想一下 究竟後面的原因是怎樣 你看到這宗案 沒錯 警察處理了 沒有所謂 抓了那個人 無所謂 但是不是 警察抓了人 這件事就完了 你明白嗎 草本綠色 就說只是派食物 那這個 這個食物 當然是零食 是買不到的 有些人說是 那麼 就說收銀完 是看到食物的分類 就可以確保 那些錢是不會亂花的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 在白街買菜 就比在街市買菜 貴 是一倍的 是有時候還有多 還有 如果你是一個窮人 你在街市收檔的時候 才去買菜 你在街市收檔的時候 才去買菜的話 那個 吃飯的成本就會低很多 因為它有收檔 它有些大減價 那個價錢和超市的距離 就不是一兩倍那麼少了 到時就是 那些蛇頭 其實這樣是不是很離譜 那我就告訴你 蛇頭 1200元只給550元是離譜的 因為 在美國 它有類似的計劃 即是Food Stamp 美國就叫做 在美國 他們那些蛇頭 有部分就會給550元 兌1元 有部分 這些是很多唐人 雜貨店都會做的 即是你買不是Food Stamp可以買的東西 就是1元當550元 它可以幫你搞成這樣 中間當然有一個過程 它有一個蛇頭幫你買 又是 在美國這件事情 聯邦法律也是禁止的 是違法的 但是很多唐人做這件事情 是唐人賣這些東西給非洲黑人 對不起 應該是美國黑人 我說錯了 很多是做這些 但是拿Food Stamp不只是黑人 我一定要說 有白人也要拿Food Stamp 為什麼會有這個市場呢? 因為你那些Food Stamp在美國的情況 就是很多東西都買不到 尿片買不到 譬如如果大了肚子 要吃補充劑 營養補充劑 你也是用Food Stamp買不到這些東西 那好了 其實醫生明明說了給那些人聽 你現在大肚子要吃營養補充劑 但是你拿Food Stamp的人 就沒辦法買得到 結果就是 要靠那些肯買Food Stamp的人 就去把Food Stamp換成錢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一樣的 現在的情況是一樣的 東莞說得對 因為他想要現金 問題就是 沒錯 你這樣做 其實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做法 或者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地方的福利 全部都是現金而已 有些人就說 你只是給他現金 他就拿去買煙買酒 他就不是真的買食物給子女的 那 這個是一個幣端來的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幣端 那 你如果只是給錢的話 那些 如果派社會福利來說 那些子女有時候什麼都得不到 這個是真的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 我就跟大家說 有些事情你是沒辦法 做到完美的 你現在這一套制度 為什麼會有些蛇頭出來 買那些貨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的看法 最主要就是因為 他拿了錢之後 他可以決定做什麼 我說真的 他拿了錢之後他可以決定做什麼 那 那 邱聰明就說 昨天他去街市買牌骨 收市前是28元 正常價是68元 就是這樣 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可以決定你怎麼做 而且他 我都要說實際情況 就是他 那張卡 就 沒有可能 我現在一定要說 那張卡 就沒有可能 就是 去街市用 他現在那張卡 那潘哈就說 百佳維康也可以 我不知道 這個 因為 因為 一定要說 這個是根據上年的 南華早報的報導 上年南華早報的報導 他說 只可以去百佳買 那 那 冤風先說 因為超市某些貨品 貴街外一倍 有現金 就可以更加多選擇 其實 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如果要讓事情 比較 可以做得好一點 就是我認為 你就要 把卡可以在不同的 就是 超市類的店裡 買東西 舉個例子 可以在 759 可以在 優品360 那些 那些可以買得到 或者可以去華潤買 這些可能可以幫到一點 但是也幫不到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 街市實在便宜太多了 還有那些什麼街寶 那些 實在便宜太多了 其實實情就是 大家知道一件事 你在香港居住 超市買東西 這件事 是中產才會做的 其實香港中等收入的人 很多時候 所有東西都是在超市買的 因為太方便 但是 香港最有錢的人 也是去街市買東西 最窮的人 也是去街市買東西的 因為 他是用時間去換錢 就是用時間 他的時間值 是沒有所謂的 有些人是 你明白嗎 窮人來說 他不是去街市買 就是 為什麼 中等收入的人 一定會去超市買 就是因為 他沒有時間 他去超市買了就算了 一鋪就買了 那 那 阿嬤就說 為什麼不放錢 入伯達通 讓他們自己選擇去哪裡 當然有人想了一條辦法 就是說 因為他們會拿錢去吸毒 那些 所以就不讓他們去 去什麼 所以現在就有蛇頭做這件事了 那麼 所有制度都沒有完美 我一定要先說清楚 這些福利制度 很難做到 人們不濫用 第一 這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第二 就是 有人一定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譬如 把那些援助拿去賣 其實一直都有 你想想 有些人幫那些 議員派物資 這樣才算 他們不派 他們是偷物資的 有部份的人 這些是我們也知道的 在香港 一定會有的 還有就是 我舉個例子 就是 維威衛派給自己有 你想想 是不是 一定會有這些 派物資 你也可以看到這些 你當然要盡量做到公道 但是 你做到百分百公道 是差不多不可能的 因為人始終都是有私心的 一定會有人 就是 找這些空子 去賺錢 吃的 喇 喇 那麼 那麼 其實是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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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給他工作 但是 食物券 他們看到 在白街買也不是同鄉的禮物 例如他去吃咖喱 也不是歧視性的說話 沒有歧視性 他吃咖喱 那麼在白街買到華 Marty 什麼咖喱的香料都買不到 當然是去印度店那裡買 是不是 白街買的咖喱不是真的咖喱 對於印度人來講 你吃的咖喱醬、咖喱粉等 那些是英國人的產物 不是真咖喱 東莞說有些街市就收八達通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也OK Ritter Grand說食物券 連鍊前鎮也不能買 其實是不會讓你買補品型的東西 即是你弱品那些 嚴格來說也不讓你買 其實在美國也有這樣的情況 美國的Food Stamps 也是這樣的 買不到藥的 所以才會有人有有因 將這些東西賣給一些蛇頭 如果你全部用錢給出去 當然會有其他問題 但是你就倒絕了那些蛇頭 那你自己想一下 究竟一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你走每一條路都不會完美的 即是我講過實情給大家聽 也感謝Patrick Wong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我真的講過實情給大家聽 這件事情現在有很多人罵那個蛇頭 但是你也要記得一件事情 他們拿著這張卡 賣的卡裡面的價值給那個蛇頭的人 他自願地這樣做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他是自願地這樣做 他不是被迫地這樣做 他是自願地這樣做 為什麼他自願地這樣做 當然是計劃裡面 有些東西是買不到的 而且在生活上是必須的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小孩 我不知道哪些人 就是 在香港生了小孩 這個我不敢說 肯定是否一定有 他生了小孩 尿片也買不到的話 你唯有就是這樣賣給蛇頭 是不是 那麼 消費一輪就說 那些受助人 要把正式收據交給政府 在街市很難做到 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實情 我告訴大家 其實 有些事情 你如果是捏得好死的 結果 其實現在 在這件事情裡面 現在踢爆出來 實際上 百佳是多了一大塊生意的 就是那些人去那裡買 但是 在百佳入貨 為什麼都可以比 在外面 因為百佳是有特價品的 但是特價品 並不是每個人都對 其實就是 所以我就說 這件事情 很難做到完美 因為那個蛇頭 其實是不是要打板 我就在這裡說 他 也是為社會提供一個服務 嚴格來說 不過他提供的服務 是犯法的 但是這個服務 是有需求的 那麼 始終你抓了一個彭塔 或者驅趕了他去內地 你遲早也會有另一個人做的 因為那個需求 不會消失的 你怎麼才能讓這個需求消失 直接給錢 那些 就是現在需要幫助的人 讓他們自己決定做什麼 直接給錢他們 就是你直接給錢他們 其實事情就解決了 天下第一爺就說 我老婆去錢泰媽買菜 一份份幾元 當然是適合我們 只有兩個人開餐 其實 他們那些 我也很老實說 他們那些 來香港滯留在這裡的人 就是 他們最多都是一兩個人 加上同鄉 如果加上 包火吃的 他們可能可以做得很便宜 那些同鄉 他們可能只是給錢包火吃 可能是幾元 如果你要他自己一個人去白街買 他當然不值得 覺得 很認真地說 你也要理解一下 那些 就是 滯留在香港的人 是怎樣 生活的 我的理解就是 很多都是 給錢 夾錢去包火吃 那些東西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丁丁就說 每天只派三盒飯 其實問題就是 他們 在香港這裡 他們沒有辦法合法地工作 你要養住他 為什麼 現在東方他經常拿這件事出來說 東方日報經常說 這些假難民花了很多公帑 但是這個是 我認為人道立場 你也要養住他的 但是你怎樣養住他 你這件事情是可以優化的 因為我認為 警察去查這些案子 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警察去查這些案子 抓人 他們都是 一個社會成本來的 我認為 如果你把社會成本都計算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給他們現金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看法 當然你說 你這樣說 他可能會濫用一些錢 亂用一些錢 但是一個人 是不是亂用一些錢 他自己要負責任 你給了錢 然後他說不夠用 這是他自己的責任 是不是 你只要證明到 這件事就是 我的看法 你只要證明到這件事 他在那個收入裡面 是不會餓死的 搞定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Kokimi就說 每次經濟不好的時候 傳媒就會把這幫人害到 沒錯 他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 因為有 一個問題就是 每個人心裡面 都是 有一件事就是 不患寡儀 患不均 覺得有沒有搞錯 我做這麼多 結果 什麼福利都沒有 還要養你拿福利的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有這個心態 其實我也有這個心態 我也要說 有沒有搞錯 但是 要認清一件事 這個世界 沒有可能絕對公道 你只能有到相對公道 還有 要算一下社會成本 是多少 究竟 他們這幫人 管這幫人 人 究竟在中間 拿了多少錢 有沒有辦法 是把這幫人 剪掉 你直接給錢 簡單單單 就是給錢 給八達通裡面 都是簡單單單的 我認為是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那麼 佐特就說 老人 醫療券也有很多人 用你做犯法 資助 總會有漏洞 是啊 所以有些事情的資助 你要看看那些錢 是流到哪裡 那麼現在這件事 你知道了 很明顯就是 那些錢 很多人去了百佳 但是百佳也不會賺大頭 為什麼呢 百佳他賣的特價貨 那些叫做Loss Leader 如果在一個超級市場 做過東西的人都知道 這個叫做Loss Leader 就是說 他是虧錢 引你去那裡買東西而已 那麼 當然 那個蛇頭當然叫你去買大量的Loss Leader 所以百佳也沒有好處 你說是否百佳也有好處 我現在再重新說一次 百佳也不是真的有什麼好處 在這件事上 百佳也不是真的有什麼好處 不過 為什麼要拘捕了百佳的經理 我告訴你 那些Loss Leader 是有限數的 很多超市做Loss Leader 都是有限數的 因為這間超市是會虧錢 你如果只是買它的特價貨 你買得多它是會虧的 所以它是有限數 好了 那麼百佳的經理是做什麼 我猜 這個是我猜測 就是扣起了一些特價貨 讓他們拿那張卡來買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滴丁就說 美國是不是只是給錢 然後你死你死 不是 美國是 美國是用現在類似香港這一套的 它就叫Food Stamp 其實美國那套制度是愚蠢的 我告訴你 因為澳大樓是給現金而已 我的理解就是 澳大樓的人拿福利是現兜兜的 因為現兜兜 你起碼就不用在社會製造了一群蛇頭出來 你在社會製造一群蛇頭 你不執法也不是 你執法也不是 是不是 你執法我的社會有需要這樣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這些 這些是很愚蠢的事情 不知道誰想出來 就是我認為 澳大樓給現金的方法 我認為是最簡單的 一定有人會吵 一定會說 他拿錢去買煙買酒 這樣 那麼一個人 如果他自己選擇去買煙買酒 都不買食物給小朋友 那就是他自己無恥而已 是不是 而且如果小孩子吃不飽 你控告他 控告那個人 簡直是疏忽照顧兒童 什麼什麼什麼就搞定 是不是 那就是有些事情 變成整件事都簡單了 不會製造了一個 集團出來 一個月賺十萬八萬的 是不是 你想想是不是 那收權樓就是 但特價是供應商給的 就是這樣說 他是供應商給而已 他是供應商給的 他只是供應商給的便宜而已 但是超市 其實 如果你計算一下 超市也是沒有錢賺的 如果那些人 只是去買Loss Leader 他也是沒有錢賺的 哈哈 我告訴你實情就是這樣 好了 那就算了 講到這裡 東莞就說 超市特價都比外面貴 那麼 有這個可能的 有這個可能的 但是不是所有貨都是 好了 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